到了近现代时期 武状元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社会更加重视文化力量 而在清朝末期 还是有过一位传奇的武状元 他是清朝最后一位武状元 他叫张三甲 他是光绪皇帝清定的武状元 只因为他天生神力 甚至可以抡起来一把重达180斤的大刀 这可是真正的大历史 而光绪皇帝在看到他的表现之后 更是有感大清复兴有望 于是大喜之下就将他清定为了武状元 张三甲出身武术世家 自想他学的就是各种武艺 除了各类兵器外 他还擅长弓箭 在光绪年间 武术葬意比他高的人有很多 但有练武天赋的人 却只有张三甲议会 所以在张三甲21岁时 他就参加了相试 由于他的武艺高强 他被考官公亲王 选进了王府做了护卫 而在王爷身边待了几年后 他更是被推荐给了光绪皇帝 在面对皇帝的考核时 张三甲显露出自己所学的全部本事 因此光绪皇帝对这位武学能人很感兴趣 而在张三甲表演了抡起180斤的大刀后 满朝的官员们都震惊了 就连皇帝也是目瞪口呆 武艺固然可以锻炼出来 但戾气可不是容易增长的事情 龙岩大跃之下 张三甲就丰为了状元 而张三甲到了晚年 因为担忧国事过多 最终也还是死在了一个尴尬的年纪 一代立王就此陨落 他的审则开始 优优独播剧院